- 重新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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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將由我們兩個來轉播了 - 今天沒有Lisa Lisa嚇壞了 - 我想週末發生很多事情她嚇壞了 - 我半夜有看到有人登入我們的腳本 - 我懷疑就是Lisa - 她可能嚇到發燒 - 對她嚇到發燒 - 是多不想減音檔 - 直接早上請假 - 她今天生病 - 對啦 - 那個Lisa她有點生病 - 提醒大家夏天不要忽視那個 - 還是有可能感冒 - 因為以前大家都有那個錯誤的認知 - 覺得天氣熱不會感冒 - 但其實冷氣房還有一些溫度差異 - 流汗什麼都蠻容易感冒 - 大家注意身體 - 或體液交換什麼的 - 好謝謝你 - 因為週末議題很多 - 我們也是兩個 - 我們也是嚇壞了 - 我跟發發也是 - 唯獨想把我們的那個IG關掉 - 對 -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個輕鬆快樂的好了 - 我們先來講奧運好了 - 我們不是要先分享週末進口嗎 - 好對不起 - 欸你有幹大事啊 - 什麼大事 - 那個啊 - 那是上週的事 - 那你要分享一下嗎 - 就是我去 - 我要呼籲大家 - 率先呼籲 - 就是小時候如果你有矯正過牙齒 - 或者是你現在正在矯正牙齒 - 麻煩你好好的帶維持器 - 對 - 醫生跟你說要帶多久就帶多久 - 要聽醫生的話 - 你不要覺得我都矯正完了 - 牙齒就會漂漂亮亮 - 沒有它會壞掉 - 對 - 牙齒就會動 - 牙齒很頑皮 - 對 - 所以上週髮髮幹的大事 - 就是他重新又戴上了矯正器 - 對 - 因為我是戴定個透明的 - 你當時不好 - 因為維持器也是透明的 - 它其實長得跟隱形牙套蠻像的 - 對 - 然後我再戴上隱形牙套那一刻 - 都覺得 - 當時為什麼不好好戴呢 - 然後現在又花一筆大錢重新做 - 蠻貴的 - 因為維持器一副才幾千塊 - 好 - 我週末就是因為半夜追了拳擊嘛 - 然後反正我就都愛追比賽 - 所以就很累 - 白天的時候 - 都沒睡好對不對 - 都沒有睡好 - 所以閉幕式也是半夜啊 - 對 - 那就講到我們第一個議題 - 就是講到奧運 - 反正就是林玉婷 - 他就是再次替台灣再得下一個金牌這樣子 - 爽 - 欸我真的看到爆哭欸 - 欸我覺得他是 - 就是我很鼓勵大家講台灣之光 - 但我自己不喜歡 - 什麼意思 - 就是我覺得選手要 - 把那個國家的榮辱扛在身上會很 - 壓力很大 - 然後就會有人說什麼 - 我們有付他們錢去訓練 - 然後我們有稅金給他們 - 我們雖然有付錢給選手去訓練 - 但我覺得國家栽培人才天經第一啦 - 因為你看我們公立學校不是也是國家補助嗎 - 對啊 - 那你怎麼不去檢討黃國昌沒有帶給社會一些 - 就是你知道我意思 - 我懂我懂我懂 - 就是我們不會去跟國際學校畢業人討那個稅金嗎 - 嗯 - 但當然選手有被栽培 - 然後去比賽我就很開心 - 這一次台灣隊的賽程到目前就是結束了 - 那以我們得下兩座金牌 - 然後五座銅牌這樣子 - 欸牌的單位好像不是左 - 面 - 好我剛剛說錯了 - 面好了 - 兩面金牌五面 - 餅乾的單位是什麼 - 他們不都咬那個嗎 - 餅乾嗎一塊 - 一塊 - 還是我們就是一塊金牌 - 好 - 他們自己要咬的啊 - 欸那個咬的傳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啊 - 就是像金子你要咬啊 - 就是看他是真的還是 - 金子你要... - 金子啊 - 金子啊 - 靠北啊 - 金子啊 - 就是你要咬一咬啊 - 就是古裝劇 - 中國民間故事 - 就是都會那個嗎 - 我們這次還有另外一個拳擊選手 - 對 - 是不是在16強的時候就... - 對 - 就沒有再進去了 - 他叫什麼啊 - 黃曉雯 - 黃曉雯 - 然後他... - 因為其實很多選手比完就會離開 - 嗯嗯嗯 - 就會回到台灣 - 可是他選擇留下來 - 所以他可以... - 他留下來可以當那個他的隊友的 - 一起培訓啊 - 他就是幫林玉婷就是當他培訓 - 培訓之類的 - 嗯 - 然後我會覺得 - 體育這件事情啊 - 他真的凝聚了國人欸 - 就是不分藍綠 - 然後凝聚了很多台灣人的力量 - 欸你露掉白 - 他們就是小藍啊 - 沒差啦 - 然後所以我覺得還是很感謝 - 就是看完這個奧運比賽 - 我蠻感謝所有選手 - 這麼努力 - 喔你說就是那個 - 會有那個 - 大家又一起關心一件事的感覺 - 這很重要 - 對 - 然後一起為了我們的選手 - 然後去加油 - 嗯 - 我覺得很棒 - 然後這次其實也有一些紀錄 - 比方說我們的羽球男雙啊 - 就是李洋跟王麒麟 - 他們兩個人是二連霸得下金牌 - 欸這是奧運第一次羽球男雙二連霸對不對 - 對 這真的好厲害 - 他們獨佔了兩次金牌 - 嗯 - 欸我看那... - 我們上次有討論那一場 - 有嗎 - 有嗎 - 好像有 - 有有有有 - 因為上次那一場太緊張到 - 就是林玉婷我不敢看 - 喔 - 一方面這拳擊真的很暴力 - 我常不知道他們是真的在打架 - 還是在比賽 - 因為我會覺得 - 欸這是合理嗎 - 因為就是他們有一些 - 哪邊會得分什麼什麼的 - 然後我常會覺得 - 欸合理嗎 - 就是這個比賽是合理 - 舉重也是 - 我覺得舉重好危險 - 對 舉重真的超危險 - 就不用扛起來吧 - 我知道你扛得動 - 你不用扛起來沒關係 - 就是不用吧 不要這樣 - 欸我真的看那個 - 舉重我看到心驚膽跳欸 - 很可怕的 - 欸我們先講一下我們這次的那個成績好了 - 好啊 - 然後這次的那個拳擊金牌也是我們首次拿下的 - 喔我們首次 - 所以我們是台灣的紀錄 - 對 - 還有我們也首次拿下我們單槓的銅牌 - 然後還有首次得到射擊的銅牌 - 還有郭信淳是台灣首次三屆都得牌的選 - 對他從里約奧運 - 東京奧運 - 到這次的巴黎奧運 - 他三場他都有得到牌 - 然後好厲害喔 - 你有看到他 - 因為其實他在得那個 - 他一開始是先確定銅牌會有嘛 - 是 - 然後後來他要再挑戰上去 - 然後他其實可以挑戰一個很安全的數字 - 喔 - 一三五嘛 - 後來他就直接跳到一三七 - 他只要挑戰那個比較安全的 - 他其實會得到銀牌 - 然後就很罵說 - 你幹嘛不好好的挑戰那個 - 就是你根本不保守一點 - 可是我覺得他就是挑戰自己 - 然後想要挑戰一個更難的 - 雖然之後沒有做到 - 可是他有享受那個過程我覺得很讚 - 而且這是他的比賽啊 - 對啊我覺得這樣才好玩 - 就是你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 可是我覺得有可能 - 然後我想要試試看 - 對 - 所以我就覺得 - 真的是除了選手還有教練之外的其他人 -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加油跟鼓勵就好 - 對啊還有付錢 - 努力賺錢付稅金給他們 - 不要這麼多意見嘛 - 我真的覺得很爽 - 我真的覺得這是我們繳稅金最爽的過程 - 真的 - 就是看這些人才出去比賽 - 真的 - 然後我們講一下這次還有那個 - 女子拳擊有那個吳士儀他是銅牌 - 然後還有那個陳彥琴 - 他們是不同功金屬的 - 我們這一次的拳擊也很厲害耶 - 對啊 我們拳擊好強喔 - 然後還有李孟遠是剛剛講到的那個射擊定向飛吧 - 還有那個唐嘉宏男子單槓體操的那個 - 他好可愛 - 唐嘉宏嗎 - 唐嘉宏嗎 - 唐嘉宏那一場我覺得是真的有魔法 - 那一場真的是有鬼耶 - 那天鬼門開 - 你怎麼跟中天說法一樣 - 中台是中天就是抄你的啊 - 中台是中天就是抄你的啊 - 中天有說真的啊 - 因為我還在臉書上罵 - 我說中天寫什麼鬼新聞 - 然後後來發現你也講同樣的話 - 哈哈哈 - 可是你不是覺得很詭異嗎 - 欸那不是什麼小學接力賽耶 - 那是一個神聖的殿堂 - 就是各國好手耶 - 然後都在競技體操的那個項目下 - 大家都給我滑下去耶 - 很詭異耶 - 我要強調的是我們不要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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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就覺得天啊他手要斷他手要斷了 而且這次我們很多選手真的是帶著 啊 戴智英也是 戴上上陣嘛 可是我覺得很 這次奧運一開始其實有點痛苦 因為林玉婷的事情會覺得 這不是我喜歡的運動的感覺 你會覺得那個過程中很多鬥爭跟紛爭 可是包括林玉婷最後得到金牌 然後她的頒獎典禮上那些 過去幾天有一些爭議的她的對手 包括比那個 XX的 還有一些在IG上亂發文的那些 他們也都刪文啊 然後也都說不是他們嗎 對 然後而且是在最後 頒獎的那個舞台上 其實大家也都和樂融融都在一起 我在最後那個舞台上 其實會覺得大家都很可愛 就是如果我們可以 不要去聽信那些謠言跟錯誤的認知 就是其實那個頒獎很可愛 我覺得奧運就真的很像火杯的考驗耶 對吧 就是 我昨天半夜才認真在看林玉婷的那個 拳擊嗎 你說完整的比賽 對 因為艾爾達不停的在重播 我也是昨天才看 艾爾達很讚 我昨天又重新看一次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一集在分享奧運的時候 我就說我看不懂拳擊 可是林玉婷的這場金銀牌啊 這一場我看得懂耶 兩個人的狀態真的太懸殊了 而且我覺得對手有點小小的輕敵的感覺 他們身高差蠻多的 他說他金牌戰跟銅牌戰都是5比0嘛 對啊 而且那個林玉婷我覺得他手跟腳好長喔 對他很高挑 對啊 我真的在他哭的那一刻 我才覺得他也是一個 不是這樣講很奇怪 就是在 因為你覺得他是神 他哭的那一刻你覺得他有 他在比賽之前 感覺他的表現蠻希望我們不要為他擔心的 他希望他會 他覺得他會努力做好表現 然後他希望大家不要去想其他事情 可是在他站上頒獎台 然後在 晝月在就是升那個會期的時候 他就哭了嘛 然後我覺得那一刻我才想起 他其實就是一個二十幾歲 他28歲對不對 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小朋友啦 其實每個選手都是小朋友 然後 他承擔 這個是包括來自全球各界的壓力 跟鬥爭跟抹黑 就是他在抵抗的 真的是全球的惡意 大家試著想一下 你今天在忙一個工作的時候 有人不停的在旁邊罵你 你能做好哪一件事 而且是整間公司的人都在罵你 都在質疑你的能力 然後其他公司也在罵你 對 然後但他也是在這麼大的壓力下 只有你們部門的人挺你 對 可是在他這個時候 他還是努力的備賽 然後打出好成績 他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謝謝這次所有選手 不管是有沒有得到獎牌 我覺得每一位都是台灣最 最棒的人才送出去 對 然後我要特別提到的是 會不會人罵說那對姐妹不是 沒關係 我們不要 我們不提 就是大家都很辛苦 對啊 然後 我覺得這一次也有 包括很多政治人物 其實都有出來想起這件事情 你說從得牌前就要 對對對 尤其是林玉婷的這個 爭議 爭議事件 其實像 蔡英文有發文嘛 然後蕭美琴有發文 然後我們的總統賴清德也有發文 那可是在他得到金牌之後呢 有些人也發文 對有些人也發文 但我要強調林玉婷沒有性別爭議 因為我覺得這是抹黑的最厲害的地方 就像我今天突然說 SZC你貪污 或者是蔡英文你的論文造假 然後新聞就會寫說 蔡英文假學歷爭議 但我就畢業啦 我就論文在那邊 要爭議個屁 我覺得這個爭議從頭到尾就是 林玉婷的性別沒有爭議 但IBA有抹黑的爭議 是 我同意你說的 然後我只是要講說 其實大家 明眼人應該都看得出來啦 誰在蹭對不對 誰在蹭啊 然後 誰在作秀 這些東西應該大家都看得心知肚明啦 你不覺得這就是過去台灣體育沒有那麼強 我不是說過去沒有人才 而是 就是這種 關心選手的方式 就是得牌後才說你是台灣之光 但在這之前你面對什麼壓力打壓 你都不肯半勝 很像過去的事 因為井上天花大家都會做嘛 啊 雪中送炭才難啊 那 講到雪中送炭 其實在過去 呃 八年的時間 民進黨政府怎麼樣是在培育我們的體育人才 我們國訓中心提升很多 體育署跟國訓中心 在今年其實在這次的奧運 也特別照顧我們的選手 哎呦那個中繼站 呃 對對對 那也讓其他國家很羨慕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群的廚師 嗯 然後特別做我們的選手喜歡的飲食 台灣符合他們口味的食物 對 然後甚至我們還 我們還開發了一個專屬的app 好想知道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耶 就是總之就是選手 不知道會不會有協議 選手可以點贊 應該有吧 對 我覺得這蠻讓人感動的 我覺得很讚 因為你在國外其實很容易會吃不飽 或是吃不對口味 會影響你的訓練 對 他等於是把台灣的 你最習慣的東西都帶過去 然後他們只要用 選手只要有需要就叫 就有點像外送 他就送到訓練場地或選手村 對 然後報導其實有一篇報導有提到這個 就是在這整個 呃從奧運開幕到結束呢 總共出餐是七百五十份左右 那第一名是牛肉麵 豬凍飯 跟肉燥飯 呵呵呵 好戲 真的好台灣人喔 真的好台灣 還有小籠包 欸這次超受 超受國際歡迎的 就是很多選手都很瘋的想要那個 Pin 真奶Pin 好不想講不快樂的事情 好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來講政壇的華飛 比較不漂亮的華飛 欸我們剛剛說沒有講到認知作戰 蛤 有嗎 對我們沒有講到一個認知作戰 就是國安系統有發現 奧運開幕以來 PTT等社群有非常多的異常動態 然後他們主要就是攻擊台灣隊的成績啦 然後會針對台灣選手發動攻擊 然後會去配合一些不實的指控 包括IBA那些 嗯嗯嗯 所以總之就是在奧運期間 國安我們的國安系統有 呃有發現在網路上有特別多的異常發文 都在帶風向啦 嗯那我們要強調不是說你 質疑罵台灣就是帶風向 就是就是異常發文 而是這些會被判定成資訊戰 是因為他的帳號跟時間還有發 都有一些異常的狀況 對那我覺得有幾個標題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比方說只有我覺得奧運會沒有牌嗎 對你好厲害 對就是會有這種牌 或者是說奧運領獎牌 賴清德就應該要下台 蛤為什麼 就是會有一些 押韻嗎 就是會有一些這樣子的攻擊 那其實這都是認知作戰的一部分 嗯 然後還有什麼香港都已經得到兩座金牌了 台灣有什麼藉口等等等等 那呃接下來的呃 除了帶起一些質疑政府 或者是質疑我們的選手的這個風向之外 接下來可能就是會踩台灣 然後推推中國 比方說我們會貶低台灣的選手的同時 嗯 那大量的發布中國選手的粉絲文啊 對你記不記得前幾天很多媒體瘋狂爆 全紅禪 對對對 我想他發生什麼事了 因為 因為我自己一個是 我是一個看新聞會先滑過去看標題的人 然後有興趣再點進去 然後我想說他發生什麼事 他是12歲參賽嗎還是什麼 就是會想說這個人發生什麼事 可是如果今天你不認真看新聞 你會覺得哎 中國好厲害 這個選手好像我們值得關心一樣 對 然後你就忽略了我國自己的選手 那我會覺得很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台灣的特定的媒體 一直不斷不斷的報導全紅禪 那我們在呃在後在那個什麼 我們不是可以查Google 或者是說新聞發布嗎 像幾個中字輩的新聞媒體 他們其實大量的 對大量的在丟出全紅禪的相關的新聞 就是 有些社團也是 對然後昨天閉幕室之後呢 他們又做了一則新聞 就是 為什麼台灣人也封中國的全紅禪 那對我來講 你就自導 對就是他們真的是自導 你就發太多 當然大家都會看啊 你發很多 那引起了 呃 使用者的興趣之後 你之後又做了一個這個新聞 那我覺得這真的都是很細緻的認知作戰 他也沒有特別說 呃 台灣的哪個選手不好 可是總之是會讓你覺得 我們台灣是不是我們的跳水 永遠培養不出一個全紅禪 的這種感覺 接下來除了是國跟國之間 那接下來就是 呃 有去接機 然後遭受蠻多批評 然後還有 他們會比較選手的女友 就是A的女友才是嫌妻良母 B的女友太高屌 不OK 真的是殺小 真的我不懂 就是 我覺得 因為我看到他們回台灣的第一刻 就覺得哇他們好可愛 然後 我又不是當 我又不是那個王淇琳 我幹嘛 我幹嘛去 我說真的 我男人如果得到金牌回來 我真的是 我真的沿路放鞭炮 我跟你講 我在包車 我還會在桃園機場舞龍舞獅 還去跳財神道 你們都給我閉嘴 這男人是我的 人家怎麼談戀愛干你屁事 而且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覺得 我真的希望大家沒有鏡子也撒泡尿吧 就是看看你自己長什麼樣子吧 對啊 因為我看到有人說什麼 啦啦隊的形象沒有很好 然後我點進那個帳號看 想說天啊 你的形象才不好 你到底什麼臉去批評人家 你注意一下你自己的形象吧你 我覺得很噁心 就是大家要注意不要 因為其實 部分各種國家都有選手在得獎後隊 跟他的伴侶很開心的畫面 然後 為什麼要攻擊一個女生 是啊是啊 然後剛剛提到 發提到的這個訊息站啊 有一個特定的發現是 其實像以PTT為例的話 國安系統其實有 有發現可疑的帳號 其實是很長時間沒有發文的 養很久 對就養很久 都蠻安靜的 但是在這陣子 就是需要的時候 就會開始密集的發文 然後帶一些風向跟討論這樣 大家就注意啦 台灣人很辛苦 然後我們 來講一個最新的爛事情 就是柯文 我們講到剛可以接下去是PTT上面的帳號 這週末一直在洗那個民眾黨到底有多少臥底 臥底 因為上週柯文哲發生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被四叉貓挖出 我們剛剛講的國安系統是四叉貓嗎 你看 沒有就是因為柯文哲週末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 跟奧運時間蠻接近的 然後PTT上面很多人在洗 民眾黨到底有多少臥底 我覺得他們蠻厲害的是他們沒有想要認錯 他們反而覺得是有人供出這些內幕 所以只要是對民眾黨不利的 都是綠貢的錯 應該是 或蔡英文的錯 嗯 好吧 可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 柯文哲現在就是比較不漂亮的花肥 他現在就是強盜眾人退 我跟你講 你真的是給我跟年士蘭道歉 他做錯了什麼 他哥哥有功 他哥哥有功 他被抓進去 欸 拜託 柯文哲 年士蘭做 他除了很愛打人家小孩之外 他做錯了什麼事 柯文哲他們也是一門中烈啊 可是他沒有 他家人沒有功啊 他沒有黏根搖這種哥哥啊 好 我真的不知道從何講起 我要跟 就是我覺得他們剛剛講那個臥底 我要跟大家講 四超貓挖出的資料 都在監察院公佈的政治獻金公佈 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然後大家記不記得有人要廢除監察院 對 然後監察院的政治獻金的調閱平台上 有柯文 就各政黨的資料都有啦 是 然後柯文哲的資料特別有趣 被四超貓找出來 他們轉了很多錢到一個公關行銷公司 然後內容很荒謬 就是包括什麼授權費啊什麼的 對 很奇怪我今天柯文哲你要當參選總統 你根本要付另外一間公司授權費 好 我覺得因為事情發展得太快 在我們錄音的同時 民眾黨也還沒有記者會 欸這個是徐懷鈺的歌詞欸 什麼 我念一下這字有點多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 我還不能完全 你發生得太突然 我還不能相惜說出整個經過 對對 好就是這首歌 好那我覺得要簡單 因為人太多 事件太多 名字太多 那 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那首歌的下一句是送給柯文哲的 大家自己留言 好你繼續 你這樣會害我腦袋裡面 好啦 好煩 我們就當標題好了 好 總之就是有一間行銷公司叫木可 就是柯文哲分開的 柯文哲的柯分開的 叫木可 支持者為了怕言論審查會打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很莫名其妙欸 因為木可他宣稱自己是獨立營運 結果他取了 取的名字就是讓人很難相信他的獨立 反正這個公司怎麼看都是柯文哲為了要競選成立的公司 反正呢 如果不是木可寄生柯文哲競選總部 就是 木可根本就是等於柯文哲競選總部啦 那 呃比方說 他們幫忙製作柯文哲的KP小物 就可能有一些PIN啊衣服啊等等 對 但柯文哲本人 他的競選團隊 要付這個公司授權費 1300萬的授權金 什麼意思 我就跟你說個屁啊 就是有點 我想一想 不是應該我要付給你嗎 我簡單釐清一下授權金的概念 就是 發呢很紅 我想要用發的形象 或是用他的名字來做商品 所以我 我是做商品的人 我應該要給你一筆錢 因為我要用你的人 或者是名字 所以應該是我給你的 這是很像Snooby 要發 要給授權費 給星宇航空 對 所以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非常奇怪 現在就是柯文哲 他給木可這間公司授權金 可是理論上應該是 木可這間公司 要給柯文哲授權金才是 所以他是完全是走返方向 而且他販售的商品 沒有任何金額 會回到民眾黨 對 就很不懂 然後這間公司的負責人 是李文娟 李文娟是柯文哲的同學 李文忠的妹妹 對 然後李文忠 就是當年被柯文哲 任命為台北捷運董事長的 那位高中同學 柯文哲當時說 我只信這個同學 是 有些人可能忘記 就很久以前 這個人是科技業的老闆 我記得 然後他當時突然空降 變成柯文哲市長辦公室的主任 對 然後後來才當一年就高升 欸這真的很了不起 真的是很厲害的事情 能那麼厲害的公務員 除了連戰之外沒有別人 就柯文哲了 對 就是在連戰之後 就是只有這個 這位先生 他就高升變北捷董事長 然後他當時上任說什麼 我會導入AI什麼什麼的 好會講 現在連Apple Pay都還不能用 就是會什麼導入AI什麼的 是 可是這個人在上任之後 有一些爭議 他想要買台北市的連開宅 就捷運的連開宅 然後那個房子要9500萬 結果被當時的 時任的那個 北市府的秘書長擋下 他為什麼要買那個 他是要自用嗎 他要當官邸用 然後被擋下來 然後被擋下來之後 北捷就幫他 不知道是不是北捷幫他 他自己就代表北捷嘛 把北投會館 是北捷的學員宿舍 當成自己的官邸 然後他就開始改裝 然後這個改裝費用 跟所有的水電支出 就在裡面的開銷 都是北捷之出 就等於是我們出啦 大家一起出 就是柯文哲任命了一個人 然後 看起來很仇庸的狀態 對 然後這個人不會當北捷董事長 然後大家也記得 那幾年北捷有多糟糕 就很多奇怪的事情 不解決 然後這個人之前還有一個 就是北捷20年來 其實沒有改過 那個保全招標的方式啦 然後那個當時北捷就改了某幾站 因為北捷不是每一個車站 每一個機場都是同一個系統 就他有不同的標案啦 他突然改了某兩個地方的保全標案 從最低標改成最有力標 然後北捷的說法就是 我們不要銷架競爭 我們要最有力標才是最好的招標方式 可是你其他站都還是維持最低標 然後當時大家覺得你是不是 為什麼只有 就是太特別了 對然後大家就發現 欸北捷的 常放任相關的高層主管 去拜訪那家保全公司 然後大家都質疑你是不是在綁裝 就是特地改了規則去 配合這個保全公司 聽起來就是啊 對 雖然我沒有證據 但我直觀按認為 這確實就是一個很嚴重的仇勇啊 然後這個人在 講完上任後被換掉了啦 可是他在當北捷董事長時期 發生過這麼多荒謬的事 然後這是柯文哲 我當時說過 他最信任的人 然後他的妹妹 就是我們剛剛講李文娟 想必也非常受到柯文哲的信任 所以才會把所有錢都轉給他的公司 我覺得 這件事情真的是太詭異了 那要特別講一下 為什麼柯文哲要大費周章的 做這整件事情 因為如果這個錢 他留在競選總部 每一筆支出都要受到政治獻金法的監督 這很合理啊 可是 只要留到木可公司 柯文哲基本上可以全權主導 而且不受任何規範 所以才會有這種柯文哲授權柯文哲 然後柯文哲頒錢給柯文哲的做法 他以為這樣就可以沒事了 但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真的是太膽大的妄為 因為連國民黨都不敢這麼做 這是貪污啊 而且這真的太粗糙了 你所有的金流 這樣子前前後後總共大概四筆 那 根據公開的申報資料 木可公司是直接從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大概得到三千九百多萬元 也就是將近四千萬元的這個金流 我覺得這個申報過程 我覺得很丟臉的是 你都知道這個申報是要有憑有距 然後是會給大家公開查閱的 你這樣可以做出那麼丟臉的事 然後還有一個丟臉的事是 有人發現柯文哲當年舉辦那個演唱會的獲利 七十七萬沒有在政治獻金中申報 你是說那個八千塊門票的那個演唱會嗎 應該是八千多少 就是當時那個演唱會 然後民眾黨就回應說 這個演唱會不是募款 只是單純的商業演出 所以我們按照合約進行 這個我會鼓勵如果有回頭草 或是有買票的人 可以去告柯文哲炸雞 那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不是有那個在柯文哲的群組裡面嗎 然後呢小草們呢 當然有一些小草是已經清醒了啦 然後可是還有一些很純很純的 長成芒草那種會歌人的 林芝草草人 你不要 怎樣 沒有因為我很喜歡林芝草人 你知道林嗎 我知道 反正我就是有一些很純純的林芝草人 就講說那些錢怎麼了嗎 就是賴清德也給你當上總統了 你為什麼要一直這樣窮追不捨 那些錢是我們小草要給柯文哲 他要怎麼用 我們就到他家給他 選舉的錢就是政治憲定就有規範啊 而且柯文哲在當年宣傳演唱會的時候 他說這是募款演唱會 我記得很清楚 是啊 他說我們沒有錢 沒有沒有 他後來有跟記者說 這個不是募款啦 你還記得嗎 他有 他好像又有回應 總之他有很多說法 但我有存下他當時的IG截圖 柯文哲說這是募款演唱會 然後柯文哲現在回應這個 並非募款而是單純商演 所以其實 有購票的小草 你可以拿這去告柯文哲詐欺取材 欸這真的是詐欺 這是詐欺啊 你騙說是募款就是商演演出 然後你沒有半點錢受到 受到監督 對 我詞彙量好少 我以後週末要多看字典 昨天那個柯美蘭啊 就是因為哥哥 他妹妹對不對 哥哥有這樣子的爭議嘛 柯美蘭才能連世蘭吧 哈哈哈哈 好 反正呢 柯美蘭他 他在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我覺得他講了一句話 讓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啦 他就是說 像我自己也選舉過嘛 所以選舉是真的非常非常麻煩 每一筆支出呢 都要非常非常的詳盡 不然咧 對然後我就想說不然咧 你的本業是貪污是不是 在那邊說選舉要 就是他們很奇怪 他們講的好像是 我選舉的目的是賺錢 不是為了好好做事 欸我必須說 在貪污這件事情上 民眾黨如果 民眾黨真的是超越藍綠啦 很特別 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別啦 那還要 欸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柯文哲 後來還被他老婆爆料嘛 就是兒子是人頭這件事情 佩琪好棒 佩琪真的是在危急時候 選擇保護兒子 對 反正就是 有一間公司叫 制搖資訊傳媒有限公司 然後這間公司的設置 就是在民眾黨的黨部樓下 台坡大樓對不對 欸我想要幫大家講 因為我覺得台坡大樓這幾年 很努力的被 柯文哲洗成民眾黨的大本營 對啊 但我要以一個老人的身份講一下 台坡大樓對我那個年代人的印象 就是他是國民黨的大本營 嗯 就是那個地方應該是 當年應該是支持連勝文的狀態 嗯 對然後他現在 收 吸納了民眾黨的那麼多間辦公室 所以民眾黨的立場是什麼 大家應該很清楚 就真的就是小蘭啊 而且真的不用人家什麼幫你抹蘭啊 或三小蘭 你自己做一切事情都在證明嘛 嗯 然後反正就是呃 呃 陳佩琪呢 就是在臉書上發文啊 嗯 就說因為自己是公務員 不能當公司負責人 嗯 所以入資了十萬元 用別人的名字開公司 這個別人也就是他的親生兒子這樣子 嗯 那等退休後 在自己再當負責人 嗯 所以以上的這一段 他的字數 真的已經是犯罪字數了 犯罪字數 他已經 他也就是說他明明知道公務員 不能夠違法開公司 嗯 可是他自成拿別人當人頭 嗯 這直接觸犯了公務員服務法跟刑法 這真的太 很特別 然後而且資訊公司 到底是資訊公司還是咖啡廳 啊對耶 因為 他有說的 因為那個名字就不是咖啡廳啊 對啊 我怎麼 我怎麼可以人家咖啡廳取名叫台積店 但鹹酥雞店有可能 哈哈哈 嗨 你也想做Podcast嗎 想Fastory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置入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分潤更Easy 當你自己的Sugar Daddy Oh Mami 這對夫妻真的太驚人了 欸那個我們剛剛講到那個申報有問題的 包括有兩件還有兩件 除了木可之外還有兩件承辦活動的石樂跟尼奧 其中我記得我在上週我看到尼奧有 他們也是當下清查自己的賬款 然後發現柯仁澤在去年有申報了 總共三筆支出 尼奧嘛 對 尼奧也是一間行銷公司 對 發現有三筆支出是 柯仁澤申報的總共916萬 但他們沒有收到這筆錢 就很特別 那單據呢 收據在哪 有點像是我今天去看政治獻金網 發現欸 賴清德給我兩千萬 但我並沒有收到這筆錢 你也是看新聞才知道 賴清德有給你兩千萬 沒有 但是其實根本沒收到這筆錢 根本沒收到這筆錢 根本沒收到這筆錢 OK 那所以尼奧他有出來發聲明嗎 對 然後沒有查到這筆錢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還有那個另外一個時間 嗯 然後他當年改名完沒多久 就收到1600萬 嗯 就是柯仁澤的那個新裝進總的中行費 欸我跟大家講一下一個概念 賴清德選舉在雙北的總部 總共花的錢好像兩百多萬 就是兩 那你現在講的是裝潢嗎 就是進總花的錢 OK 對 然後賴清德我記得雙北應該是兩百多萬 嗯 就是只有台北跟新北的話 嗯 然後柯仁澤是新裝內建 一千 你到底怎麼花的一千多萬 就看起來 看起來很不像是 有點像是我為了要付這筆單據 我印包 我不是很確定大家有沒有去過競選總部 我覺得裝潢這個費用啊 你一百萬到一千萬都是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的 看你怎麼裝潢怎麼拉線 你一個酒凳是不是相近的啊 對 但是 或是有AI導入 但是anyway就是競選總部呢 他基本上是空曠的環境 對 他不會有什麼太過複雜的隔間 或是太過精緻的燈光啊什麼的 所以他的裝潢費是不可能到一千多萬 就是他八十坪 嗯 他八十坪的空間然後完全沒有隔間 是非常空曠的環境 他報了一千多萬 很特別 這太扯了 我們從頭交代這間公司本來叫軍域國際 他2017年成立 五年後總統大選 就2024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就改名成時間 趕快沒多久都收到剛剛說的大筆金流 連續三個月 三個月入帳的千萬多元 就是什麼一次七百一次兩百一次又一百 就是很莫名其妙 然後記者都打去問這個公司 然後總機接起來都說 我們是立安達會計事務所 好 立安達會計事務所 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先不要講立安達的事情 都會覺得這件事不合理 就是你今天收了這麼多上千萬款項的公司 打過去是一個 是一間會計公司 對他得要改多少名字 然後你講一下立安達是什麼公司 等一下我覺得 立安達這個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這整件事情鋪瘦迷離到 我們念出來會覺得是假的嗎 等一下等一下 總之就是 打電話過去是一間會計公司 那總之這個立安達會計公司 他有被爆出來 他其實是 中國公司 中國的公司 嗯 柯文哲你真的好厲害 唉 不可思議 大家記不記得這一波 這一整波的最一開始 是四三貓去翻政治獻金 然後他最一開始看到的是那個民調的款項 嗯 就是他一開始先說 柯文哲花好多錢做民調 而且做的是最爛的民調 因為都做 都是假民調啊 因為一開始 我們不能講假民調 我們要說是誤差滿高的民調 好 因為柯文哲一個 四三貓一開始是發現那個 民眾 就柯文哲參選總統的時候 總共付了求證民調 九百九十萬元 哈哈哈 九百九十萬 我如果付一個誤差這麼高的民調 一千萬我就會跟他討債 對啊 這要討吧 太扯了 還有趨勢民調 求證民調 大家就是 當時藍白盒不是有 侯友宜不是拋出要那個嗎 請專家學者審視民調資料嗎 嗯嗯 其中一家就是求證民調 然後當時就有被質疑 因為其實馬英九那時候推派的一些民調專家 可能都是民調界跟學界的一些蠻厲害的人啊 嗯 就是有至少有一些背景的 可是當時求證派出的是 董事 求證的最大股東 哦 就是你自己去審視自己的民調嘛 你在幫你 就求援裁判都是你的人嘛 然後當時求證最有名的就做出那個假老二民調 對啊 民眾黨位居第二 對 然後並且以此民調要挟國民黨要來跟我合作 結果是付了九百九十萬的爛民調 所以你這樣看會覺得很奇怪就是 這一切串起來很像覺得柯文哲是在 想辦法花錢讓自己選得好看一點 他到底要騙誰啊 你記不記得柯文哲當時選舉前說什麼 就是踩水退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說訪見很多民調造假 結果選後大家去查 最不準的就是求證民調 真是笑死欸 而且他之前他 不是 他是在質疑美麗島嗎 因為美麗島都做的是賴清德第一 每週後來查其實扣除那個 因為要扣除那個未表態率 其實美麗島是最接近的 對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了 然後最爛的就是你們嘛 對最爛的就是你們 然後你付了九百 那上千萬算是小草的那個安撫他們的費用 我不知道欸 他有安撫到嗎 欸我要跟大家講 有安撫到嗎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因為求證民調是民眾黨的內參民調 然後其實各政黨都有自己的民調的單位啦 我希望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政黨做出一個很背離世實的民調 就是很錯誤 其實會被罵很慘 對啊 我的意思是他們 政黨不需要做假民調的公司 因為這會害到他們 因為我記得當時連戰選總統那次 就是因為身邊的人都跟他講好話 我說我們會贏啊 我們會贏 最後才後來才崩潰變開到夜市 因為沒人告訴他 你其實不會選上 其實我覺得講了這麼一堆 大家可能還是會有點跟不上 只是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說 民眾黨的金流是非常非常有問題的 但我還沒講完喔 對我們其實還沒講完 因為做那個帳的會計師 就是那個端木正 他當時是 端木正 今天沒講到端木正 他是民眾黨部分區22名 然後也是 當時柯文哲也推薦他去擔任那個 富邦獨棟 喔我都忘了這件事 對 然後黃國昌說 這位端先生我真的沒有接觸過 真的很好笑欸 黃國昌真的誰都不認識欸 因為那個木可公司不是有那個 我們剛剛講到 還有那個收了奇怪的款項嗎 對啊 然後黃國昌說 我不知道這個公司 可是他明明就是 後來有被媒體挖出嘛 就是今年3月的時候 他參加那個木可新品發表會啊 然後他後面的背板就是堂堂正正寫著木可啊 然後那個 李文娟嘛 黃國昌也說 我對這個人真的是沒有印象 我覺得黃國昌很會用這種方式來迴避責任 他怎麼可能沒印象 而且李文娟除了是木可董事長 他也是 柯文娟進總的那個 對啊 競選總部的整個金流都要過過李文娟欸 然後黃國昌會不認識這種 欸 進總的所有金流要透過李文娟 但木可的金流也是透過李文娟 對啊 所以他兩邊都是他在管 對 兩個地方的發錢跟收錢都是他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直觀的認定 柯文娟就是他說的那樣子 他為了規避責任嘛 因為有一個新聞是講到 剛剛你有講到 就是有人爆料 木可成立的原因 可能就因為柯文哲不希望黨部接入太多財務嘛 是啊是啊 可是他講的很有趣的是 2019年台灣民眾黨成立的時候 當時他延攬了台北市政府的主計處長 去擔任黨部的財務長 可是因為那個財務長他是一個非常 謹慎的人 對他就是有備 他就是主計處長啊 他知道怎麼樣算帳 怎麼樣規劃財務 然後那個時候柯文哲還抱怨說 很麻煩很不方便啊 什麼事情都要弄得那麼細 那你就請個路人去當財務長就好 那你就不要選舉啊 我們都知道說在選舉 無論藍綠 其實這些金流都會被放大檢視 你要說是挑刺也可以 甚至不是放大檢視 你這就是有瑕疵有問題嘛 欸我們講瑕疵都算蠻好聽的 欸那個 那你的說法跟民眾黨的發言人一樣 他們對這些金流 小瑕疵 對他們也都覺得是小瑕疵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我們剛剛講到柯文哲感覺是 為了規避這些金流的管理 才去組成立的公司 可是他去請一個 包括李文娟端木正這些都不是民眾黨的人 去管民眾黨的帳 其實也會讓民眾黨感到很奇怪 他們兩個人不算民眾黨的人嗎 不算是 都是他們外聘自己的好朋友進來管帳 算是柯文哲新人的人吧 對啊 因為我們都質疑他柯文哲的報章的流程跟內容嘛 就發現他的那個 核准是由陳雅玲 陳雅玲就當時貪污被起訴的那個 哈哈哈哈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很會用人 他有找到怎麼樣用 找到最適合的人來管這個東西 陳雅玲是那個前方療鄉的鄉長啊 然後他是四起貪污案遭起訴 他是交保後開始擔任柯文哲 對而且他是交保之後喔 哈哈 真的救命欸 請他來管帳真的蠻適合的 因為他的專長是貪污啊 對他專長就是貪污四起欸 救命 你有看到上週有那個嗎 民眾黨高層放風聲那個 我真的也是嘴軟欸 在上週民眾黨的高層呢 好像反正就是有出來講 然後就有坦承說 他們中了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民的計 又關柯建民屁事 對他就說他的意思是說就是柯建民領導的這個整個民進黨黨團呢 就是在這過去六個月的政治攻防下的引導 讓整個民眾黨逼不得已被推向跟國民黨合作 所以不知不覺成為小蘭 等到他們發現說欸幹我們是小蘭 但整個黨團要調整已經賣戶囉 所以他們是小蘭是民進黨害的 對是民進黨害的 那蘭白河不是民進黨推你去的 是你們自己去的 啊他們現在都說是柯建民引導的啊 柯建民 是姓柯沒錯但那叫柯文哲吧 都是新竹人沒錯但是柯文哲啊 所以他們喪失了主體性然後被國民黨侵蝕 欸我覺得很廢就你們自己主席在亂搞 你們不敢罵他然後去罵柯建民 柯建民只是民進黨的一個黨團總召而已欸 欸這一切真的跟中國很像欸 嗯就千錯萬錯都別人的錯 對都別人的錯跟我沒有關係 欸我覺得今天的資料多到我們真的是有點在亂開玩笑 我甚至覺得我們這樣講下來還是很混亂欸 很混亂我們來總整理好了 來自數位貂蟬四茶貓的一些整理的資料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只要朗送他的臉書 對我覺得大家如果需要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講我們自己也都會有點嘴亂 因為有些內容真的好像假的喔 柯文哲真的很厲害可以做出讓人不敢罵的事 因為我真的覺得有些事荒謬到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然後總之根據這些申報的資料我們現在整理 求生民調收了990萬 去世民調收了近400萬 然後他們的特點就是做出柯文哲賈老二第二名的民調 然後柯文哲演唱會所得應該是400多萬 然後你要負責這間公司負責這個演唱會 負責這個演唱會 但沒有任何的購票金額或是餘額回到民眾黨的身上 然後這個演唱會的金流我們剛剛有講到也是沒有申報 對沒有申報 然後柯文哲現在說謊這不是募款這是商業演出 對然後這400多萬就消失了 這是民調的 我們要扣掉成本啦可能剩多少錢 好吧 對然後我們剛剛講到台坡大樓 二樓有台灣眾望關懷基金會 台灣新故鄉智庫 木可公關行銷公司 還有智瑶就是柯文哲兒子的那間公司 三樓就是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 所以他們的金流 他們不是什麼左手放到右手欸 他們是從樓上流到樓下 對可能只需要一個通道像Costco結帳那種 然後我要講一下那個台灣眾望關懷基金會的 董事還是誰就李文忠啊 喔是喔就是那個李文娟的哥哥嘛 對所以就是 這是一個大家庭啦 Big Family 就是在台坡大樓離開很近 對好 我需要交代那麼仔細嗎 還有那個就我們剛剛講到的 木可公關行銷有限公司 總共收了1300萬的授權金 然後民眾黨的說法是這個行政作業費 好他們的這個行政作業費做什麼事情呢 依禮貨寄貨送貨倉儲以及客服 那到底為什麼要付授權金給另外一間公司 不知道啊 然後我們重新交代公司負責人 就是剛剛講到李文忠的妹妹李文娟 李文娟 李文忠的柯文哲高中同學 他最新的人 然後這個李文娟 除了是木可公司的這個負責人之外 他同時也是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的財務總管 對真的好多資訊 欸你們記不記得之前有人 什麼活動抽iPhone 就收到一堆柯文哲文宣 這是那個是不是草爺 草爺的活動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柯文哲有一個社群上面的活動 抽獎活動 抽獎活動 然後是要抽iPhone 最後就收到一整箱那個柯文哲的文宣 這是詐騙故事欸 新聞上常會出現這種 收到磚頭就是iPhone 我真是傻眼 後來那個網紅就還自己掏錢嘛 就買了一支iPhone送給那個得獎人 很傻眼欸 然後講到那個木可跟麗鼎 我們今天有講到麗鼎嗎 麗鼎這間公司就是木可的發包的公司 就是木可接了柯文哲競選總部的案子的錢 然後再發包在麗鼎 然後再下發給麗鼎製作競選小物 然後他好像有先代電款項製作很多隻手錶 製作了將近8000隻手錶 對但木可沒有交付款項 但木可說他們沒有虧欠 然後麗鼎是要走法律途徑 但不知道這個後續是什麼 然後來關心一下資訊量很大的陳沛琪 也就是我們這一次所有事件裡面最大的爆料者 他稱自己兒子是別人 然後承認他身為公務員卻借人頭成立公司 然後把制搖資訊傳媒有限公司澳城咖啡店 然後說兒子全部都知情 然後聲稱五月成立的公司設在黨部有人帶手 這什麼意思啊 原來這不是六月才搬到台北大樓嗎 對啦反正就是 他們沒有對在一起的 對可是問題就是他成立的公司 他設在黨部嘛 這整件事情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啊 然後你說喔我地址設在黨部是為什麼 因為有人收信 這很莫名其妙啊 你說方便收信嗎 對就方便收件這樣子啊 還可以租屋有這麼困難嗎 然後喔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晚上氣到不想回家 然後他人老了他要自己去看柯奶 我看到 補充說明 真的救命喔 你要跟時樂同一個負責人是 戴依林是黃珊珊的閨蜜 這個就 閨蜜是知語嗎 還有黃珊珊的 閨中蜜喔 好姊蜜 好姊妹 我看的好姊蜜 這兩家公司有三筆帳款是 日備質疑不存在的啦 總共九百多萬 然後今天最新的是 陳志翰說喔我們找到單據了 人家沒收到錢你找到什麼單據 對 因為公司沒收到錢 但有單據 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的去審視 你要整治哪個黨都好 但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不是瑕疵 這其實對我來說就是貪污啦 我們政治獻金有規定 我們都要去查 今天我捐給誰一筆政治獻金 這筆錢就是用於他的選舉嘛 因為這是我們國家為了方便大家 用自己的能力去募款 然後你去好好的做選舉 但我們用了多少錢用於選舉 那剩下多少錢 然後怎樣用在什麼地方 這都需要申報的 對啊 那讓柯文哲最亂七八糟的事情 就是除了上述的這件 他應該有點承擔不起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也要記得 就是他在擔任市長任內 金華城840%的容積率案 所以這其實也顯示說 整個柯市府團隊 就是這個官員跟這個業者之間 很複雜的政商關係 那所有的證據都顯示柯文哲 其實完全不理會專業 然後也對於專家學者的意見 也完全都沒有在拆銷 我覺得他是不把法律當一回事 就是他跟連社群選市長說 連社群的廣告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真的 而且因為那個金華城這個 就已經涉及刑法的土利罪了 這其實蠻明確的啦 如果今天是民進黨的人搞這種事 就起就百分之百就認定是貪污 這個是七年以下有起訴訊 我的意思是社會百分之百認定是 柯文哲這個是 我覺得台灣人對 柯文哲對自己的標準 永遠都是三審定驗才有罪 但也有可能是誤判 因為黃國昌甚至還說 土利不是貪污嗎 當時黃國昌不是說 柯文哲如果貪污會第一個罵他嗎 但是他是不是安靜到現在 他有發表什麼嗎 他說主席有下定會徹查 你主席就是犯案的人 疑似犯案的人 今天你剛剛講的金華城 今天上午好像台北市前副市長彭震生 有被約談到在北 然後已經限制出境了 真的嗎 對他限制出境出海 為什麼你有比我多的資料 然後卻沒有告訴我 因為在我們錄音的 我算什麼 在我們錄音之後 過程嗎 對錄音之後的新聞快訊 而且我們今天錄音是 錄完之後民眾黨 扣人者才會開記者會 對 我們要不要先來讀他會說什麼 小瑕疵 小瑕疵他說過了 我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個會計有一些出路 是我們不查 我們確實是有監督師者 所以全部要推給會計 那除此 除了會計 你才會被哭 然後陳培琦到場 說老公昨天又回家 可是我要真的講 我覺得民眾黨給我的感覺 他像一個吸金公司 這算是台灣近十年來最大的詐騙案 你一個素人曾經騙 你要知道他騙的人包括國民黨民進黨 他其實騙了全台灣的選民 包括兩大政黨都被他騙過 然後很多違法的事 欸這很丟臉欸 這可以拍成Netflix的影集 反正他們的記者會 無非就是道歉謝則嘛 然後硬拗嘛 然後再來就是提告 可能要提告柯建平 我在想啊 你說害我們變成小藍嗎 對那就像你講的 他確實是近年來 真的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全國最大詐騙案 那剛剛提到的 穆可、尼奧、時樂 這開近半的發票 然後可是都不見 都消失 甚至還說找到了啦 那你就沒有出帳啊 人家沒有收到錢 那你的收據是哪裡來 你的金流哪來 這真的都是很奇怪 那這幾個案子 柯文哲的領導決策 有問題 黃珊珊的督導 也很有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從很多案件中看出 柯文哲只用他信任的人 他信任的人 不一定是有專業的人 然後他會去打壓有專業的人 包括當時他怎麼樣 鬥那個沈輝鴻達 就是去罵人家 什麼什麼的 他用誰 吳英寧也是 對 他很喜歡把責任全力放在 他信任的自己人身上 然後讓他們亂搞 包括當時北市府 他也是招一些親戚進來 當機要什麼什麼的 這真的都太扯了 而且他們竟然把自己的小孩 直接來當人頭耶 就是自己不夠 我覺得柯文哲最詭異的 就是當他每次出事的時候 他的家人都會飛出來 就是他老婆他媽媽會飛出來之外 現在他竟然又要拖自己的兒子下水 很難看 柯太太他因為身為人母 所以他不斷的發文解釋 結果越解釋越糟 害到自己的老公 可是我覺得害到 就是自己的小孩出事父母親 有啊他有害到柯文哲啊 本來他活該啊不算害啦 喔好吧 反正那我就是想要問說 像台北幼兒園性侵案發生的時候 柯文哲有積極嗎 好像也沒有 黃珊珊有對這些家庭道歉嗎 也沒有 那他們該負責的東西不負責 嗯然後民眾黨出事之後那些 網紅好安靜 我覺得整個週末會讓我覺得好 超現實就是一個 算是台灣的關鍵少數啦 就是他有巴西嘛 他不是關鍵少數 他從來都不是 他只是 他很關鍵啊 他把我們立法院搞爛成這樣炸 你們要是當個好好的政黨 今天立法院不會變成這樣炸 你就是配合國民黨在打壓其他的政策 他就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啊 到底是誰告訴他可以這樣做的 好了我最後這段故事的最後就是鼓勵那個 台灣民眾黨未來可以成為那個 台灣北部監獄最大的幫派 就是不要讓竹聯啊什麼 四海幫去獨佔那個監獄裡的勢力 我們鼓勵台灣民眾黨 可以正式在台灣的獄中成 就成立一個勢力 真的他們就是高智慧犯罪級 因為他們都學到了要怎麼樣做這些 而且學歷都挺好的 光環可以教大家怎麼樣得到更多的可樂啊 什麼餐食啊 然後柯文哲可以教大家如何在裡面做帳 對然後那個黃國昌可以教大家如何卸責 以及所有事情都推給柯建銘 你說在獄中嗎 對在獄中 真的是好丟臉喔 今天早上啊柯文哲要離開家上班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記者去督麥嗎 他生氣對不對 他就生氣 那我想說你到底氣什麼氣啊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那個柯文哲他眼睛是腫的 他是不是昨天有哭過 我不知道 因為他眼睛好腫喔 可能沒睡好吧 你會對他們有點同情嗎 我不會 我覺得好噁心 而且我希望 我希望有些聽我們節目 可能有些人會 以為我們是罵柯文哲罵得很開心 但其實2014年我們支持柯文哲的時候 很多人在質疑我們支持一個素人會出問題 因為他沒有專業 他沒有 他只是一個他當時只算是一個 對啊就是一個醫生 對 然後當時很多人質疑 包括國民黨質疑我們的選擇 不夠聰明 然後當時很多人有一個背書是 我們會好好的監督柯文哲 是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在做我們10年前的承諾嗎 欸我也必須說 其實週末看到那個柯文哲連環報 他們從上週五開始 週五下班的時候就開始 有一系列的連環報 其實我真的笑不出來耶 就是可能台派的支持者 有一些人會很開心 可能會見獵欣喜 對 可是對我來講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我曾經支持過的人 很丟臉 我們把他送上台北市政府當市長嘛 結果他當市長搞得跟 其實這跟國民黨蠻像 國民黨只是 我強調跟國民黨很像 但不一樣的是 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很悠久 所以國民黨早就把需要的人送進整個政府團隊裡面 所以國民黨可以很輕易的去調派人 看起來很合理 所以是不是只能夠說柯文哲他沒有趕上好時代 因為現在是一個社群時代 他真的什麼都藏不住 你說應該要在戒嚴時期成立開民眾黨 對他應該在戒嚴 就是市長貓不會那麼輕易的查到這些資料的那個時代 其實過去國民黨很多事都這樣搞啊 就是群帶關係群帶主義讓很多自己人去得到好處 那我覺得我們對柯文哲不是更高標準 而是其實社會對民眾黨也是更高標準啊 因為你是標榜一個民主進步的政黨 你就勢必要跟國民黨做出區隔嘛 其實我覺得我對於任何政黨 我都會認為是要超高標準去見識 沒錯 可是我們對國民黨的確比較 因為國民黨比較 那個已經沒用了 對那個已經沒用 可是柯文哲你當時標榜的是新政治 打破藍綠高牆 就是想要破除政黨的這些惡鬥 然後你當時把貪污罵的跟什麼一樣 說貪污的就不得好事什麼什麼的 你幹嘛這樣罵自己家人 現在你做出的比舊政治還要更髒的做法 我是真的有點沮喪啦 就是基於自己曾經是支持他的 就是是支持者 然後我也印象很深刻在2014年 柯文哲推倒藍綠高牆的那一場記者會 對 那現在很顯然他自己成為了高牆 欸我當時一直不覺得他推倒藍綠高牆 我當時只覺得台灣人很靠背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的台北市長選舉 明著看暗著看你怎麼看 他就是綠的 我用XXX看都覺得他就是綠的 好難聽等一下 就是怎麼看都是民進黨在幫他選啊 可是你當時就發現 對啊 因為我是民進黨支持者 所以我可以從當時的選舉的節奏跟步調看出 欸這是民進黨的樣子 包括請那個劇團去遊行什麼 因為民進黨很喜歡不要讓選舉不開心 想讓選舉更像是一個嘉年華 所以那時候柯文哲的節奏就是很標準的民進黨的人去弄的嘛 欸可是我必須說是柯文哲才讓我重新建立 我是民進黨支持者的這個認知 你說因為他的台北市長選舉嗎 對因為在之前我都沒有覺得我自己是民進黨支持者 我只是覺得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因為我們把一個素人拉進去 當成假的新政治 以及他是素人無黨籍他與藍綠無關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民進黨的東西其實很好啊 就是我們拿掉有色眼鏡的時候 這倒真的是 那他就拿到了最高票很高票嘛七十幾萬票 所以我當時覺得台灣人很靠北 就是台灣人對民進黨有偏見 所以我們派一個假的人不是假的人 假素人出來參選 即使他背後資源都是民進黨 他那時候是真素人啊 但是確實所有的政治資源都是民進黨提供的 他其實就是民進黨的形狀啊 當時嘛所以我當時覺得台灣人其實對政黨是有偏見的 因為國民黨的樣子你換去誰去選都是同一個樣子嘛 你的香袋啊里長很多都無黨籍的嘛 貪得跟什麼一樣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 因為其實政治界時事大家會很焦慮 會覺得自己國家很爛 但其實我還是希望大家多去看 多去回顧上週的巴黎奧運 尤其是尼菲亞在那個文化奧運的舞台上 表演到一半 突然後面大螢幕放出那個林玉婷 因為大螢幕要更新 然後我真的覺得天啊 這就是台灣的樣子 是啊 就是尼菲亞是一個變裝紅後 他得到了後冠 然後林玉婷受到這個打壓 然後他得到了金牌 然後我們都很為此感到高興 我還是覺得台灣對我來說是一個驕傲啦 那今天的錄音的內容 有一點點繁雜 那民眾黨接下來我想 勢必還是會連環報啦 因為剛剛提到的那幾間公司 都有各自的單據 還有金流不明的狀況 那大家也就持續關係這樣子 我一直試著想要用奧運蓋過我對柯文哲的回憶 因為我昨天看資料看到四五點 我在滿老子都柯文哲 但我想用奧運美好的畫面蓋掉 我禮拜 我禮拜五晚上看那個 吳貞跟Grace的直播 Grace是柯文哲之前的幕僚 對對對 然後週六還追了 四茶毛所報的東西 然後還在看相關的資料 直到禮拜天我真的累了 所以我昨天就想 天啊 我好像永遠追不上 是他們很可怕半夜在那邊發文耶 半夜不睡覺 把心情哼成狂 欸我真的覺得同樣是台灣人 為什麼有些人就是這樣利用台灣人的善良 因為你看巴黎奧運 我們一直試著要幫台灣選手加油 過程中我們受到了很多打壓 我們受到很多審查 很多標語什麼什麼的會被禁止 然後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名字的 而且台灣在奧運上面的狀況 其實是比難民國家更慘的 他們都還可以拿國旗 我們是沒有辦法拿國旗 我們沒有自己的名字 然後其實也看得出來各國選手 你看在運動場上 各國選手騎之後 欸你有沒有發現都是同牌 那是規定嗎 都是同牌要拿手機 合照都是同牌拿手機 欸這我不知道欸 好 知道請告訴我們 總之就是在那些過程中會發現 你看世界是一個 就真的是一個 大家是一個好朋友啦 然後比在運動場上 不管是台灣中國還是哪國的選手 大家之後都會為了彼此很高興 然後會覺得運動很可愛 我覺得這才是政治或這個世界 應該要帶給大家的東西 是啊 然後你再回過頭來看台灣 你會覺得柯文哲你到底在搞什麼 就是你到底在搞什麼 就是我們的選手這麼努力 然後我們的政府也一直很努力 然後你今天 你在消耗台灣的資源 呃我覺得是在消耗台灣人 對於彼此的信任感啦 就是我很不喜歡那種 像中國的狼性 他們自因以為好好的狼性 其實是你不太能夠信任 你身邊的人 而且他們好像 可是我覺得台灣 雖然我覺得很珍貴 就是我們其實信任度很高 但民眾黨這樣子一做 確實是蠻讓人傷心的 就是垃圾啦 就他當時自己講的笨手 好 今天就這樣啊 好啦今天資訊量真的好大 好啦 希望大家多去關心 該關心 欸我要講廢話嘛 我希望大家多去那個啦 幫你 幫選手還有那個團隊加油 我覺得就很謝謝 國訓中心體育署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選手跟教練團隊 對 然後每一個選手都辛苦 不管我們這一集 我們唸到他的名字 嗯 然後希望大家 一起加油 然後好好的 我們接下來是要持續關心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要繼續讓那個 體育環境更好 我們還可以更好嗎 可以啦 可以更好 然後大家拜託 不要去找選手家人 或什麼的麻煩 就是到底乾你屁 就是你不要管那麼多 關好自己的事情 好我覺得我們今天也差不多了 嗯 我們要不要講一下那個啊 我們最近IG有一個新的單元 喔 就是我擅自決定要 用IG來開新單元 是 叫做直入生 直入生的邪影 OK 根本不是邪影 就我們會分享 就如果大家不知道那什麼 那是我們每天會 請一個人去分享自己小房 欸你的這個企劃需要每天嗎 沒有不是就是想到 想到就會 一週每個人會錄影次 然後會貼一首歌 好就是希望大家 就來一起聽歌吧 好 好那今天就謝謝大家囉 嗯 拜拜 拜拜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路視們 借到臉書 IG YT 串串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搜尋 重新錄一段 按讚 追蹤 訂閱 也別忘了 訂閱 小鈴鐵 發現 哪裡 啊 多少 都很熟 也要做 點擊